大概聽懂了 剛剛理智商講的魚露 我就想到金山走晴天岡 到士林那個魚露古道那個魚露 你說魚露是撒那個水 撒那個魚水 魚水就是魚露 招鹿的鹿 是魚露 就是煮那個魚剩下的湯汁 你說以前用那個雕飯 對 雕飯 以前不是沒有鹽嗎 它的魚要鹽就撒 它用鹽 粗鹽就撒魚 所以說有鹽 鹽還有那個草草的魚 這樣就叫魚露 直接撒泵 所以這條古道也很特別 所以也可以稱作魚露古道 魚露古道 招鹿的鹿 以前是由社區漸漸過的 你說漸漸過到阿里邦 還過了 走到金山 到金山 兩點鐘過的路頭 這樣看兩點鐘可以走到 很厲害 以前有什麼東西去買嗎 有些東西的時候有時候 他們吃的時候 你說你的魚人會吃魚 那邊金山 如果你吃魚來 有人都帶吃魚到這裡 因為外面那時候沒有車 沒有路 都要撒到這條 甚至說以前十十歲 十十歲就是以前的發動品 這些東西 機構撒紋有的 有的那些設斷生活的用品 有人來三區賣 當年三區賣 不是現在 不是現在說有十幾點 在十十歲 那叫做十十歲 甚至說賣三戶 用三戶搭 搭了一條 人家這樣划 一條說 以前的這個路 到現在的時候 我們在街頭還有土地公園 步道 這一條老路啊 經過理事長一解說 整個就活生生起來了 現在看到是有一點荒煙漫草啊 感覺就是一條登山步道 可是這是過去在這邊的居民 生活必須走的一條道路 去金山買魚露 然後挑農產品出去賣 也有一些挑雜貨啊 衣服 也是走這條道路 然後在這邊賣 所以 以前這條就算是金頭鏈 金頭鏈 我們都根本不像這麼多的 因為如果是多的 我們都會自動來修理 自動來打 自動來整理 要可以說只要路 對我們這裡 尖山蝦 跟阿里鳳的 生活 生活的 這個 逃生的 很重要 因為小時候都要有這條紋 都用這條紋 孫妮大哥 你以前有走這條路嗎 有啊有啊 有走過 以前我們剛才有種這些地 都要等這座過來 都來這裡等到野兵學 像地工廠那裡 這次等差不多五十幾 那一頭等二十五斤 你以前在上面是有種地嗎 等十幾 這裡等到有感情 我們的親戚也有住在這邊 我們住在那邊 你說你忘了這裡 有你的親戚嗎 有啊有啊 以前要看親戚 也是走這條嗎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走這條 我們來逢車 他們留一個時間 讓野兵做什麼 留一個時間 我們來這裡逢車 不然他們來說 逢車都可以這樣走一條路 請客要翻山越林 翻山土地工林 五花給山山 四十幾 八月他們放野兵做 我們讓野兵做 他們這邊給野兵 拿桌子去那邊 請客人 因為那裡沒空 那邊 他們這人在野兵做 我們那邊 拿桌子來這樣 好 不過我一定要再問清楚一下 因為我剛剛 如果沒有聽錯的話 理事長說在請客的時候 還要自己扛著桌子 然後扛到另外一個村落去請客 你說牙是牙刀啊 四角度 古代四角度 古代四角度有四肢腳 那裡有牙刀 那裡有牙刀 拿一隻腳 然後牙這樣牙 這樣牙這樣牙 這樣牙刀 那裡有牙刀 以前的牙刀 現在有牙刀 以前我最記得我十三歲 我阿嬤八十歲做生意 在這裡牙刀 扛三十五塊桌 那裡的牙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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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三十五塊桌的桌子都會有照 以前去請客還要自備 不是碗筷 是自備桌椅 扛著桌子 然後翻山過去請客 那回來也是跟回來 跟回來 跟回來 很厲害 請客再回來 不會 可以想像一下 過去人來人往 一些小販挑的雜貨 來這邊叫賣 然後當地的區域挑山場 出去賣 然後再挑魚露回來 這個請客自己在桌椅 很有意思 原來此魚露非底魚露 當時的人為了沾一點魚香味 得老遠挑煮魚的湯水 回聚落吃 請客的時候 還得搬桌搬椅 翻山越嶺 可以想像當年 辛勞簡樸的生活 但是當時 吃拜拜 自己帶桌椅 奔波魚圖 那種喜慶的氣氛 顯然也比現代吃板豆 濃郁許多 才踏上這條路 我們已經能感受老人家 要我們走舊路的用心了 雙蓮皮位於宜蘭縣西北方 距宜蘭市約16公里 海拔466公尺 是一座天然艳色湖 枯水旗一分為二 風水旗合而為一 因此得名 皮塘及周邊濕地共約17公頃 是台灣許多水生植物 及野生動物的原期地 目前為行政院公告的 國家重要濕地 先生 你說這邊有一棵植物 蠻特別的 就跟你們的生活有關係 對 這種東西你應該對它很熟悉 你有看過 我第一次看到這樣的植物 我拔一顆 你看一下 你要吃它 它結實 它小小的 小小的 這綠色的 你看裡面長的形狀是什麼 你看一下 裡面有種子 對 這個你有沒有遇到 種子 一顆一顆的 好像有一些榕樹結的果子 對 人果榕 一顆一顆這種種子 可是這個是我們人可以吃的 這可以吃啊 對 這樣子啊 不是這樣生吃 而且它附有很多的膠原蛋白 膠原蛋白 對 所以你再猜猜看這是什麼東西 這麼小 這個還是沒看過 這是我們一般的阿玉 阿玉 對 這個是阿玉 對 怎麼那麼小 我們這邊的延伸種的阿玉 跟一般的阿玉不一樣 所以等於這麼小 所以以前我們是 像把一小顆 然後就回去 然後一直戳戳戳 為了要吃阿玉的話 你可能要拔一大包 所以很不容易 這麼小的阿玉 也可以洗成阿玉來吃喔 對對對 這真的很特別啊 所以說比較特別的話 是這個 這是我們延伸種的阿玉 你剛剛這樣講 我就有感覺了 如果把它放大的話 就是我們在野外 也有看到阿玉 像那個酸一樣啊 對啊 那麼大一顆 很大一顆耶 那這個要洗出阿玉 是不是這個數量要非常非常多 對 要把很多還沒洗出 一碗一碗的阿玉來吃 所以得來不易 那像這個籽子 要怎麼把它調出來啊 就一樣啊 就是我們要給它這樣 剝開的時候 然後再去 然後慢慢去給它刮 刮這個 然後再用那個布去包 然後再去洗 洗的方法跟我們那個大顆的一樣 對對對 也是洗的方法的一樣 哇 這個很辛苦 哇 這個真的是辛苦啊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果實非常多 可是每一顆這麼小 對 所以還把它挖出來 那個分量都很少啊 所以這個分量那麼少 要洗出阿玉凍啊 這個非常搞甘啊 要費工夫費心思 對 要吃到一點阿玉還不容易 這樣就好了 可惜 我們沒空嘗嘗它的滋味 不過總幹事告訴我們 這種愛玉 比傳統愛玉吃起來更濃稠 香甜氣息 則是各有特色 大概也只有在古早年代的孩子 才有空摘這種小愛玉 慢慢搓弄製成珍貴的小點心 據說 住在石門金山一帶的孩子 直到長大外出 才知道還有大愛玉的存在 拿回家 說不定還可以說是 輻射基因突變的 庫斯拉大愛玉 糊弄一下同鄉 這裡有接地喔 對啊 這裡就比較好走了 比較好走喔 也快到了 目的地快到了 上去就到了 上去就到了 加油加油 快到了 我們快到土地公頂了 對 上面就到了 約零點 加油加油 快到了 總算土地公頂到了 到了 到了 好 好 愛玉又名愛玉子 良粉子 牧蓮 三棵榮鼠植物 台灣和中國大陸原產 台灣生育地在海拔 一千到兩千公尺山區 攀原性藤本植物 年齡可達數十年 憑藉氣生根 攀附在大岩壁或大樹上 可蔓延數十公尺 果實是引花果 橢圓形或稻軟圓形 8到12月間成熟 剖開翻轉曬乾後 在水中搓揉 成為凝膠狀的愛玉洞 是台灣原產的消暑聖品 有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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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邊也總算看得到海景 看得到海 真的 那是金山店 這視野其實很好 李治長 你剛才說前榮樹 就是這一棵 李治長說這棵大榮樹 是這邊的地標樹 你說為海的 可以看到一棵樹嗎 海的順路過了就看到一棵樹 以前比較高 比較高 因為怕山堤 剩幾乎那棵樹 早來死 死幾乎 現在還給我 這個樹大 除了可以當地標 樹大就是神 所以在樹的下面 有一棵土地公 那這邊視野真的很好 可以看到 這個北海岸這邊 這海岸都看得到 那今天還有一點霧氣 如果天氣清朗的話 那視野一定更棒 這是一個土地公 福德公 土地公 這棵樹可以說差不多百年了 以前在榮樹下 有一個小小的 像像像一個樓框 一個南框 一個在裡面 那是最近 現在發展後 我們算幾年 這個環收了 這幣這麼大 我曾經五十九年 做海軍 我只要去吉蘭港 那邊去看我 說我們島堤 我們島堤 我們島堤 所以說這個 我剛才就說過 實在 我們這裡人的生活 非常好感 所以說 我有祭拜這個土地公 如果土地公 如果土地公 會拜這個土地公 會拜這個土地公 平貴這裡就是 先土地公 保佑一下 保佑一下 這棵視野真的很好 可以看到 台灣最北端的燈塔 富貴角燈塔 就是富貴角那個地方 台灣最北點 這個地方看得很滿清楚的 對 家園園園園 人家會拜 拜什麼公平 如果沒有拿走 我們拜拜 我們就不給你 救到這裡 所以說 他放這邊 風刀的心法 是家園來鐵圖 都經過這條路程 我們這條路程 好處是 好鐵圖好 那時候 走到這裡很輕鬆 我們家園 大部分 都會來 跟風景 拜一下 今天我們走到土地公林 這邊 這邊第一個視野很好 很陽快 這邊就有海風這樣吹過來 很舒服 你這地方也是 趕快要拜一下 對 大家求個平安 求個平安大家 一座古老的土地公廟 一株人在外地時 不時想要仰望的大樹 和一群共同成長 一起合掌石鄉的老朋友 無疑的 這就是故鄉 李市長對故鄉的情感 似乎比較多 是寄託在大樹上 他告訴我們 無論從海上 從嵩山社區 還是從阿里棒望過來 老榮都一樣繁茂巨大 接下來 我們要到嵩山社區 採收稻米 有機會印證他的說法 同時也將再次感受 他們對故鄉的情感 以及對外地人的熱情 出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